我们今天来听尼波隆根的指环的第三部 叫做齐格弗里德 也就是说我们的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终于登场了 瓦格纳的作品往往都是以主角的名字作为标题 像罗恩格林·帕西法尔 齐格弗里德·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等等等 特别的实诚 在那个年代他不用做标题党就已经非常的吸引眼球 据说瓦格纳的乐剧一公演 他所在的拜罗伊特就会万人空向 在音乐史上 没有人像瓦格纳这样写16个小时的乐剧 也没有人像他这样把一座城市建成自己的歌剧中心 拜罗伊特这个位于美英河边的小地方 成了瓦格纳的地盘 路德维希二世为他出资 花了两年专门盖了一座拜罗伊特节日剧院 用来演出瓦格纳的乐剧 剧院的设计专为配合瓦格纳的要求 他把乐池升降得更深 像最嘹亮的铜管乐器放在了最深处 离指挥比较远 远远地低于舞台上的歌手 如此就可以不让乐队盖过歌手的歌声 昨天我们讲到女舞神布伦希尔德被逐出了神界 沉睡在山顶的岩石上 将会有一位勇士把他唤醒 同时呢 齐格林德怀孕了 接下来的剧情 普通的编剧可能会这样写下去 齐格林德如何如何地把儿子 齐格弗里德抚养成年 如何如何含辛如苦 然后齐格弗里德如何如何地 勤奋学习武艺 如何如何艰难杀了巨龙 取道指环等等 但是呢 瓦格纳并不是憋角的编剧 他完全不是这种好莱坞大片的套路 我们听完后面的故事就会发现 他真的是好天才啊 这个人实在是才华太多了 齐格林德生下孩子之后 已经奄奄一息 临终的时候 他把孩子托付给了正巧路过的一个人 他就是莱茵的黄金里面 那个尼泊龙根人 阿尔贝里希的弟弟米梅 他曾经呢 被他哥哥欺负 米梅就计划着 等这位英雄长大成年之后 他重新来铸造断剑 让他持剑屠龙 然后呢再把这个英雄杀害 独占黄金宝藏和纸环 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前奏曲 前奏曲之后呢 直接米梅一个人在山洞里面 唠唠叨叨地 讲他重铸宝剑 这个二十年来的事情 这个时候成年的齐格弗里德 吹着号角 牵着一只大熊走进了山洞 把米梅吓得不轻 齐格弗里德从小 是在大自然里面长大的 他和动物们的关系 比跟米梅更亲 米梅老师跟他讲养育之恩 但是他从本能上 就非常的讨厌这个人 总是以折磨他取乐 他刚才就带了一只熊来吓他 他向米梅问起父母的事情 他觉得动物们都有父母 为什么他没有呢 米梅说起脱孤的往事 但是呢他隐去了很多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齐格弗里德 他非常年轻 非常热烈勇猛 几乎有点像个野蛮人 他不像我们在欧洲古装片里面 看到的那种智勇双眸的英雄 他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 完全不知道什么法律 道德规范 他完全凭直觉来生活和战斗 就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让我们感觉 他和他的父亲 齐格弗里德是完全不一样的英雄 齐格弗里德是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他的父亲沃坦 希望给他锻炼 磨炼他的意志 好让他成为屠龙英雄 但是呢 齐格弗里德则完全是另一个套路 我们觉得他好像不需要经历这些苦难 就可以立刻成为一个英雄 这就让我们感觉 齐格弗里德像是我们这些7080后 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似有心人 而齐格弗里德呢 就像90后 他才华很异 完全不安理出牌 他是新一代的英雄 齐格弗里德离开之后 就来了一位旅行者 看了前面两步了 对这个人已经非常熟悉 所以一看就可以认出来 他就是沃坦 这个时候沃坦云游四方 做一个旅行者 但是米梅早已经忘了他 旅行者声称自己见多识广 可以回答米梅的三个问题 其实这个米梅唠唠叨叨的 他的问题 他的困惑一定有不少 他一定很想知道 比如说这个碎剑怎么铸造 如何让齐格弗里德 听他的去屠龙等等 因为他是一个侏儒 是尼波隆根人 所以有点自卑 于是就很想显示一番自己的格局 就问了统治三界的三个种族的问题 沃坦是万神之王 自然是最熟悉这个答案了 然后他要求米梅也要回答自己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顺利过关 第二个问题是 哪个尼波隆根人 抚养齐格弗里德成年 想让他去屠龙夺取宝藏和指环 再把他杀害 米梅发现他什么都知道 就赶紧钻到了桌底下 他害怕了 第三个问题 其实米梅也想知道 就是到底谁能够重铸 诺通宝剑 沃坦告诉他 只有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人 才能够重铸 可见沃坦来到这里 是为了让齐格弗里德 早点去屠龙去拯救世界 接着呢 齐格弗里德回来了 他听米梅说 只有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 才能重铸宝剑 而他自己正好是这样的人 米梅就跟他讲 森林里面的恐怖景象 巨龙非常的危险 血喷大口 他觉得好有趣 好兴奋 恨不得立刻带上宝剑 去体验一番恐惧的感觉 他一把就把米梅推开了 自己来铸剑 他不像米梅那样 拼拼补补的来铸剑 他是把剑彻底粉碎 融化之后再重新铸造 显然这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于是呢 他一边唱着铸剑之歌 一边就把剑给造出来了 造好之后 一剑劈开了铁针 把米梅下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好了 这样英雄有了宝剑 才成为一位真正的战士 诺通剑也获得了新生 接下来到了第二幕 一开始是那个尼波隆根人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阿尔贝里西 在巨龙法夫纳的洞穴门口张望 因为他的财富都在这个巨龙这里 他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夺回来 这个时候旅行者又来了 就是沃坦 他立刻就认出他来 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有深仇大恨 所以他一直都记得他 沃坦先是和巨龙商量 说有位英雄会来杀你 你交出指环就没事了 但巨龙傲慢地拒绝了 沃坦这个纵神之王 一直是非常讲道理的 既然巨龙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他就为新的英雄引路 他也是一位明智的统治者 他知道自己的政权 不可避免地腐朽衰落之后 于是以自己的经验指引新一代的英雄 接下来我们看到米梅和齐克弗里德 也向巨龙的洞穴走过来 米梅一边描述这个巨龙多么庞大 嘴里的剧毒的唾液 尾巴可以把人扫出几百米 但是年轻人只关心巨龙的心脏在哪里 这个齐克弗里德没读过书 也没经过特别的训练 但是他的直觉非常发达 天生就知道自然界的法则 知道事情的关键在哪里 无论是铸剑或是屠龙 他在森林里面思念母亲 然后吹响了号角 把巨龙给吵醒了 这一段屠龙是剧中最紧张的一段 但是音乐听起来无所畏惧 最后英雄一箭刺中了巨龙的心脏 齐克弗里德手上沾了龙血 他舔了一下龙血 顿时就可以听懂动物的语言了 他觉得自己还是没有体验过 什么是恐惧的感觉 小鸟提醒他到洞穴里面 取得指环和隐身亏 这些将帮助他建立非凡的伟业 然后他就走掉了 你看这个英雄呢 对财富非常的藐视 一个洞穴的黄金 他都没有看在眼里 这个时候米媒一边奉承 齐克弗里德一边递上迷药 他想让他昏迷在盗走指环 但被齐克弗里德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他一箭砍死了米媒 在这里我们觉得这个英雄好像是缺乏人性的 也不讲道德 米媒这个人虽然挺可恶的 但是他抚养你成年 你居然可以毫无顾虑的一箭砍死他 我们从前面这些情节看下来 觉得这个英雄虽然是个天才 但并不完美 他有点鲁莽 经历过剩还有破坏性还并不成熟 有不少问题 比如说他杀龙也是毫无根据的 他只是为了体验自己恐惧的感觉 就去把这个龙给杀了 完全没有道德的观念 所以这样的英雄很可能会被黑暗势力利用的 如何让他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 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统治者 可能也是危险的 所以他还需要一个智慧的女人来辅助他 齐克弗里德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巨龙给杀了 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故事的套路 瓦格纳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他要说的可能就是有些人努力一生的结果 就是某些人的起点 天才就是异于常人的 不是什么99%的汗水努力浇灌而成的 他就是横空出世避逆纵深的 但他设计这么一个快节奏的屠龙 可能也有戏剧结构上的考虑 因为前面的故事已经相当的长大 并且有点沉闷 如果这里不能再加快节奏 让人激动爽快一下的话 剧情很可能就会拖不动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屠龙并不是英雄的终点 不是人生的目的 后面还有艰难的人生在等待着齐克弗里德 屠龙只是他事业的起点 这个时候就到了第三幕 沃坦再次唤醒了沉睡在大地深处的埃尔达 想听听他的预言 当埃尔达听说他放逐了布伦西尔德 顿时大怒 觉得他违背了正义 他不想再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有什么说法 只想继续在地底下沉睡 沃坦又出现在齐克弗里德面前 这个时候新旧势力正面交锋 沃坦告知年轻的英雄魔火非常可怕 说他的毛曾经把他手里的诺通剑击得粉碎 但年轻人觉得他烦死了 举起剑就把他的长毛击得粉碎 在这里再次揍出了长毛的动机 长毛曾经代表世界的秩序 但如今他的威严消失了 沃坦退位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接着齐克弗里德看到了魔火 吹起号角就兴高采烈地冲进去了 这时候魔火就飞到了天上 变成了漫天云霞 魔火也阻挡不了真正的英雄 然后呢 音乐就变得格外的宁静和温柔 当齐克弗里德用剑打开 布伦西尔德的盔甲之后 为他的美丽震惊不已 英雄忽然间就懂得了恐惧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渴望去唤醒他 又觉得没有勇气面对他的目光 一时觉得头晕目眩 双手颤抖 在经过犹豫之后 他终于鼓起勇气 亲吻了布伦西尔德 把他唤醒 此时他心里生起了 前所未有的柔情 一种疯狂而纯洁的爱情 让恐惧退去了 布伦西尔德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失去了神性 还有些沮丧 但他面对齐克弗里德这样 炙烈的爱情终于安心地离开了过去 和他一起生活 最后他们有一段灿烂的二重唱 歌唱爱之狂喜 唱着灿烂的爱情 欢欣的死亡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死亡 就似乎听到了结局 爱与死 是瓦格纳永恒的主题 这样两个沉浸在爱情中的人 为了留住这一刻的狂喜 只想在这个时候死去 死去才会让爱永恒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最后的灿烂的二重唱 老板 中文字幕 дум populations 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